不久前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曝光了中国003航母的最新卫星图 从卫星图上来看 这艘正在中国江南船厂建造的航母已经进入了建造尾声 与此同时003航母的建造也现身另一侧船物 值得注意的是从曝光的舰导图来看 因为003航母舰导的舰桥处有烟道口 因此可以基本上断定 这是一艘常规动力航母 而003航母舰体大小接近于美国的福特号航母 目测在8.5万到9万吨 此外航母甲板上可以清晰看见三条电磁弹射通报 这也能证实003航母是一艘电磁弹射航母 关于003航母的各种数据 外界其实也解读的差不多了 剩下还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这艘航母何时能下水 而通过航母舰导出现这一迹象 说明这是很快的事情了 果不其然没过几天 003航母又有了新的动向 有网友近日在江南船厂拍到 003航母船务处的龙门吊已经开始作业 并且我们也能隐约看到 要起并安装在航母甲板上的物体很像舰岛 疑似是003航母安装舰岛的现场 而舰岛的安装无疑意味着003航母大体成型 舰体建造工作也进入到末期 对于中国海军而言 这无疑是一个好迹象 那么003航母最快将在何时下水呢 若003航母要在船屋内进行预西装 将会在明年年初下水 如果003航母不在船屋内进行预西装 而是等下水之后安装 那么最快在今年下半年就能下水了 如果说能最快在今年能见到003航母下水的话 这将无疑极大提升中国人的士气 而在下水后 若还是顺利 003航母预计将在2023年就能正式服役了 届时中国将成为三航母国家 同时也能一举超越英国坐视全球第二航母力量 对于如今国际形势而言 003航母的出现将能极大改变中国海军的现状 如今中国海军发展势头迅猛 成为谁都不能小觑的新生力量 而中国之所以如此大力发展海军以及航母的实力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世界第一军事大国 正在把中国视为头号对手 解放军海军的直接挑战者就是美国海军 同时稳坐全球最强宝座的美国海军 近年来也受到中国海军的急 大挑战 目前中美海军较量处于一种非常微妙的平衡中 而003航母将成为解放军这一边的重要砝码 003航母对于如今的中美局势而言 至少能发挥一下作用 第一003航母将直接促成中国海军的优移次成长 从而帮助中国海军进一步缩短与美军的差距 我们知道一艘航母战斗力强大 不仅仅是一艘航母的功劳 包括护卫舰队 舰载机编队等都是重要的力量 建造一艘航母就意味着 必须要围绕这艘航母打造航母战斗群 有分析认为003航母的入列 将让中国不得不去建造更多的055型驱逐舰和动力航母与舰载机等 使之与航母配套 然而对于美国而言 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因为在建造军舰效率以及压缩造舰的成本上 中国比美国更有优势 美国海军要推广一项计划 往往要经历繁琐且漫长的审议 依托就是数年 相比之下中国在决策方面效率要高得多 第二003航母将促进中国军事装备的一次变革 对于美国而言 中国造航母与军舰其实并不可怕 真正可怕的是 中国进行军事装备创新发展 因为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 美国拥有成熟的经验 并不怕其他国家在现有技术下超过自己 美国人正在怕的是其他国家推动技术改革 然后在全新的技术领域与自己比肩甚至超越自己 而这种现象已经在中国身上显现 去年中国新型舰在预警机空颈600首飞 今年隐身舰在机肩3 一模型出现在武汉水泥航母都预示了这样的变革 003航母的出现将意味着中国在大吨位航母 因此弹射隐身舰在机 固定翼舰在预警机 舰船电力系统 维达系统等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而这些以往基本都是美国人的专利 第三 003航母的出现将给亚太美军带来极大的压力 如今美国正在积极倡导亚太在平衡战略 其实换个说法 那就是美国希望在亚太地区对中国形成军事优势 但中国拥有强大的反舰导弹与弹道导弹 美国基本上只能依靠航母来寻找优势 也就是说 中国一旦在亚太给美国压力 美国势必要投入更多的资源来 而中国造航母的成本与效率又比美国低 这会让美国陷入到恶性 循环中 如果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被美国星球大战计划引诱 而陷入到军备竞赛的苏联一样 第四 中国造航母 美国要派更多航母到亚太的话 这意味着美国的全球化布局将会出现松动 当中国服役一艘003航母 这就意味着美国必须要向亚太再派两艘航母 当中国再服役一艘新航母 美国人就得又派两艘 如今美国虽然有多达11艘入役的航母 但就美国进行全球化布局来看 这些航母却是不够用的 这也是美国不久前 要把部署在亚太的里根号航母 派到中东支援阿富汗撤军的原因 如今面对中国的崛起与挑战 美国想维持全球部署已经感到十分吃力了 中国只要造航母 什么都不用干 美国就必须像这次撤兵阿富汗一样 从其他地方调出更多的资源 美国依靠全世界部署军事基地来掌握霸权 而这种情况要是发生改变 也会直接动摇美国的军事霸权 第五003航母将给解放军带来更强大的战斗力 也将有助于中国打破美国的岛链 70年前美国为了对付中国与苏联 从夏威夷到关岛 从日本冲绳到澳大利亚 从台湾岛到菲律宾 勾建了庞大的岛链 从第一岛链到第三岛链 将中国海域层层围困 可谓是水泄不漏 而如何打破美国的岛链困境 也是解放军一直在思考的 对于美国而言 一旦003航母形成战斗力 这将使得美国在亚太受到很大的考验 而如果依靠航母力量 中国进一步巩固在台海与南海的地位 那么美国的第一岛链将会不攻自破 而且作为一艘超级航母 003航母战斗力必然具有很强的原海战斗力 这意味着美国的第二岛链 乃至第三岛链都会直接受到威胁 从以上五条来看 也就不难理解 为何中国在加快003航母的建造效率 但是了解中国军事的人都知道 中国一旦公开某种武器 这说明往往正在研制更先进的武器 与此同时 关于中国正在建造第四艘航母 也就是004航母的消息也不断传来 据获悉这将是一艘10万到12万吨的核动力航母 004航母将来又会给中国带来又一次的变革 最近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记者在采访俄罗斯总统 普京的时候还专门提及了中国正在建造第四艘航母的问题 美国记者声称中国已经在研制第四艘航母 另提问普京为什么俄罗斯 不像反对北约军事化那样反对中国军事化 普京对此的回答可以说是相当解气了 他表示四艘航母没错 因为一艘要服役 一艘要战斗值班 一艘要维修 中国并没有多余的航母 甚至普京随后还补充道 我们不认为中国对我们构成威胁 中国是一个友好的国家 为像美国那样宣布我们为敌人 你们对于这一点难道什么也不知道吗 这话在我看来可以说是相当直白了 要说这位美国记者不了解中俄之间的关系 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既然明白中俄之间的关系还能问出这 重话说白了这就是赤裸裸的挑不利剑 而普京总统的回答那是非常刚 直接就反问了回去 一点没给美国记者接话的余地 当然了 从对普京的采访我们也能发现 认为我军未来还会继续建造航母的这个看法 已经成了国际社会的共识 事实也正是如普京总统所说 单凭目前的两三艘航母 实际上数量并不够 毕竟所有的航母不可能都在状态 维护保养大修生级都会占用航母的部署时间